再来 第三 我们是超自然的人 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开始要学习 我们是神的百姓 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你要开始认同一点 就是我们是超自然的人 我们都喜欢看那种超人的片子 大凡的片子都是英雄不会死 都超人一样 我们很喜欢 为什么 我们觉得那可以满足我们内在里面的一种 渴望成为英雄 渴望拯救别人 渴望能够服侍这个世代 或拯救一些你觉得可能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好的 神本来就把我们心放有这样子的心意 所以我们才会不断地拍摄一系列这种东西 每一片都还蛮卖作的 反正你也大概知道剧情就是这样 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人 很厉害的警探 很厉害的什么 很会开车的人 反正就是这样 各位 可是你如果从使徒形状看 每一张你都能找到超自然能力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重要地位 如果你把使徒形状 从教会开始 设立开始 你把其中的超自然的部分除掉 教会就失去能力了 之所以教会会在初代的时候 彼得一讲到或者是什么 这些使徒出去的时候 能够印证就是因为有超自然的能力 不是吗 所以其实我们要开始 这是我要学习的 我应该准备这一点 我自己心得都 我自己都会觉得 因为有时候我要为人家医治祷告 我都会很想躲起来 你知道吗 我都会觉得 不要找我 不要找我 真的 我觉得一般祷告我可以 可是要为人家医治祷告 我就觉得 可是其实不是我在做 是神在做 神要为他自己的子民的好处 我只是一个媒介而已 其实不是我能力多好 也不是我讲祷告的话语 多有力量 多优美 多那个 其实真的是神自己爱 在当中他来成就这件事情 不是吗 所以我真的要学习 但是我的信念要开始相信说 我也是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人 因为神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可以做一些 我本来不敢做的事情 我可以尝试一些 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 各位 神借保罗的时候 行了一些什么 非常的歧视 各位 为什么叫非常的歧视 你觉得 圣经为什么讲非常的歧视 什么叫非常的歧视 歧视 各位 就表示说 神迹在教会已经太频繁了 所以必须有一些 非常的歧视 来显明某种 神更大的能力在里面 懂这意思吗 教会已经有神迹了 但是要有一种 非常的歧视 来显明神仍然在运作 仍然在动工 所以教会一定要开始 期待神迹的发生 教会绝对不要只期待说 你来主日 做一下 把这边垫子 做暖了 再回去就好了 没有这样子 你要开始期待你来教会 会预见神迹 不论你在生命里面 在你的肉体的需要里面 在你经济 在你工作 你都可以开始要期待说 你要预见 你要有神迹在教会里面 甚至在你的生命里面 自然发生 可不可以啊 懂我在讲什么吗 真的啊 我们开始要能够看见这样 所以各位 超自然的经历 不是偶然或多余的 它是基督徒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世代的人都在寻求神迹 都在寻求解答 寻求可是你有 你有智慧的源头 不是吗 因为敬畏耶和华 是什么 所以你已经有 那个智慧的开端 那你怎么会去听 外面的人跟你讲什么呢 应该是你跟他讲 什么才是智慧 不是吗 对啊 所以在我们里面 其实我们应该有 超自然的力量 我们会有智慧 我们会有创意 我们应该告诉人 你现在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你会遇到一些朋友 他可能在经济上有困难 婚姻有困难 亲子问题 有亲子问题 他身体有问题 他来找你的时候 你应该期待 感谢主 神让我开始 依靠他 我来侍奉 我来服事 所以你会有智慧 来回应他的婚姻问题 你会有智慧 为他来做祷告 或者做帮助他 你会有各样 因为在你里面 有神的同在 甚至你可以为他的病 祷告 而你要相信 你这样祷告 他就得到益处 而且他可能 他不是可能 他会好 你要开始培养这样子的信念 开始去做 而不要认为说 那个是某些人 当然某些人特别有恩高 特别有一些 他的确做起来更有果效 可是我们仍然可以做 我们可以做的部分 好吗 好 这是我真的是 因为他心怎样失良 他为人就是怎么样 各位 你要心要失良 你是一个超自然的人 好吗 然后你开始要期待 神迹启示 自然地跟随你 因为圣经也讲 信的人 必有什么 我们都这样读他 可是我们好像不期待他发生 他发生了 好像觉得说 那是偶然 没有 那是正常的 好吗 跟隔壁的讲 神迹发生是正常的 真的 神迹发生是正常的 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超自然的人 那在教会里面 你看到神迹 应该是更容易的事情 OK 好